好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这个小提琴 入门这个入门教程的第二节课 首先我们在进行本节课内容之前呢 可以先回想啊 回顾一下复习一下上节课我们讲过的知识 上节课我在这个课程录录当中呢 给大家列举了就是想最开始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学习小提琴 就是学习它的优势啊 第二点呢就是小提琴的这个起源和 嗯之后的这个历史过程中的这个发展 发展状况 嗯还有由于上节课这个时间有限的 我们这两项内容啊 基本上进行了呃一多半 然后剩下呢就是我们小提琴的估计大家 特别就是希望能尽快的呃 拉到一些就是好听的曲子 而且是能把它拉出美妙的声音啊 放在我们这个呃 放在我们的这个左右手当中啊 尽快把它演奏出来 那么呃呃 接下来接下来的课程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是讲到这一些知识点啊 呃呃我呢还是需要由浅入深的慢慢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后期很多技巧的运用和学习都要涉及到我们小提琴的一些基本构造啊 还有他们的这些呃呃持工持琴的姿势啊 这节课我们的重点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持工持琴和构造 呃上节课的内容呢 刚才说到小提琴的这个起源和发展 呃起源最早的时候啊 有两种上节课说的两种学说啊 有一种是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有一种是他的传说啊 也是在很早之前就是有记载啊 就是在五千多年前很早了 就是 我们接着刚谈的内容好呃刚才我们还是回顾上节课啊 我们简单用十分钟的时间把上节课内容需要复习一下啊 就是就是我们需要这个知识的不断呃不断的积累 然后再往下接着前进 因为接下来内容都要涵盖以前我们学过的知识 知识内容啊 需要有联系 上节课就是小提琴的起源 让我们要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门这个弓弦乐器 它的最早出现的啊 在五千多年前的时候 最早出现的一个是在这个斯里兰卡啊 就是现在的现在等于说是斯里兰卡这个这个地方出现最早一种叫拉瓦纳斯特隆的一种乐器啊 最早是它的形状是和二胡是比较近的 就是我们中国拉的二胡啊 放在腿上那个两根弦的那个乐器 呃 后期呢由于不断的通过阿拉伯 然后再传逐到欧洲呢 慢慢从它的两根弦的乐器变成三根弦 然后最后演变成我们小提琴这个样子 这个是呃有一定记载的 呃还有一种呢就是之前说上节课说的还有一种是传说啊 有一种呃说法是一种起源于乌龟壳的乌龟壳琴的一种嗯说法 说是有一个年轻人散步啊 在海滩上踢到悟空的我可能就是已经空掉的干乌龟壳啊 因为它这个踢到的话乌龟壳会发出这种震动的回响 呃由这个灵感去呃发明了小提琴这种非常漂亮的这种乐器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有棱角像乌龟壳的四个四个边一样啊 啊它的乌龟小乌龟的爪子和触角伸出来的地方啊 有点像从后面看可以看到琴的这个后板有点像乌龟的四个角 呃这是两种不同的说法 呃在随后的呃人类力 是社会发展过进程中的小提琴嗯除了形状上的变化 声音上的声音上的进步啊呃也在演奏技巧上发挥就是有了更新的这个突破啊 突破和进展嗯而且在欧洲当中欧洲国家当中啊 因为最早这个小提琴在欧洲是盛行起来的大概15中世纪呃随后演变出了有几个不同的小提琴的这个演奏学派啊 上节课呢这一点因为内容比较多老师没有没有说把这个知识点讲的太细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一带而过就是小提琴大概是什么时候传入我们中国呢也就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啊清朝末期大概是我们已经是等于说是也就是在民国我们这个经历过世界第一次大战了之后啊民国是民国初期的时候有这个这个各个学堂啊就是各个学堂和私塾还有学堂 教音乐教育的兴起人们对这个外国音乐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因为这个不断的文化新潮的涌入我们对国外的音乐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从二十世纪的呃二十二说错说错了啊一九二零年大概这个时间段开始有很多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因为由于战争的原因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很有名的一些犹太 啊犹太裔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啊包括现在目前为止在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演奏家也是犹太裔的啊因为现在这个有点敏感啊我们提起来这个因为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打仗啊这个战争咱们就接着刚才这个很多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就先后来到中国演出啊这当中呢 大部分是犹太裔的演奏家但是他们的到来呢为我们国内很多热爱音乐的青年 小提琴学习者带来很大的这个动力和能量啊他们同时也鼓舞了这些演奏家从之从后呢呃随之在上海广州福建创立了很多音乐专业类的院校比如说后期 我们在建国初期永现的著名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马斯松刘天华显星海和李国全 我们知道咱们的这个嗯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聂尔啊我们中国国内的著名这个作曲家聂尔 他也是会演奏小提琴的呃这个是我们小提琴传入中国国内的这个时间还有后期产生的一些变这个发展和呃影响 那么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小提琴的这几大学派在欧洲发展当发展后期啊出现了分别出现了意大利的小提琴学派啊 我们知道意大利的呃最著名的地方就是它的小提琴制琴业啊是非常发达和繁荣的 而且我们目前为止啊呃世界上非常价格很昂贵的小提琴呃小提琴 接触自于意大利的制琴师啊啊17世纪的斯特纳尼巴里还有管达里他们的手呃其中呢 他的演奏学派也分为意大利小提琴学派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学派还有一个是法比小提琴学派啊 法比小提琴学派嗯嗯还有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俄罗斯和苏联的小提琴学派 因为我们在建国初期的很多演奏家的这个这个演奏技巧的演奏技巧的学习啊 也是深受俄罗斯苏联小提琴学派的影响的啊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学派有什么不同啊 因为嗯我们现在小提琴技巧的发展和刚开始这些内容呢有一定联系关联 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意大利的小提琴学派最早呢是在18世纪的时候 这个呃可以说克雷利是意大利小提琴学派的奠基人 大概到呃克雷利呢他的这个演奏呀一般是比较在音乐性上是富有歌唱性 就是听起来声音很优美的啊这个演奏特点 也他的出现也为意大利学派奠定了意大利学派奠定了基础 随后呢就是我们出现很有名的维亚尔蒂 维亚尔蒂最有名的一首曲子 呃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电视当中呃会经常听到呃他很有名的一首是四季啊 这这首曲子呢这首协奏曲是 分别对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呃进行了不同的音乐一种音乐创作啊 维亚尔蒂这个曲子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因为这这种乐曲当中呢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 带给我们的这种这种不一样的感受啊非常明显啊 夏天的这个非常热烈啊而且是呃很很很很热情似火的这种炙热的音乐啊 有点像夏天的太阳还有春天春夜黯然这个呃 然后非常优美的这种嗯花鸟鱼虫啊然后慢慢的这个在沐浴的阳光下很优美很安静很很温馨的一种状态啊 秋天呢就是比较呃这个随着这个季节的秋天啊慢慢有暖啊有有暖慢慢进入冬天这个过渡这个阶段呃秋天慢慢就是从呃开始的热烈啊 啊然后慢慢的变成宁静和宁静和这个放慢的速度冬天就是一片茫茫白雪啊非常非常的平缓和去平缓和这个淡然的状态啊 冬季的这首曲子听起来是很舒服的 他有点像我们的圣母送这首曲子的这个风格是比较接近的 嗯这个维亚尔地呢他是克雷利啊就是意大利这个这个克雷利 奠定意大利小提琴学派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代表人物啊 他的曲子也非常好听可以推荐给大家有的有机会的话可以先听他的四季 嗯剩下的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呢涌现出一个很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叫塔蒂尼 他也是意大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啊因为他对小提琴这个技巧啊 技巧也就是弓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啊 嗯最早的一个塔蒂尼的魔我们听过这个魔鬼的颤音啊 魔鬼的颤音其实是是呃他对后期这个帕格尼尼呢也是产生很大影响 这首曲子叫魔鬼的颤音也是听起来是18世纪小提琴演奏技巧的一个高峰啊 这首曲子是非常有难度的 嗯就是到18世纪中期的时候我们小提琴公子啊还不是之前 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老师手里面拿这根长长的这个木棍能看到吗 我离远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全景大概这么长啊就是呃 竖起来的话呢就是到我头顶大概是我上半身吧上半身上半身这个距离挺长的呃 这个公子能看到它是一根长长的直的公一个木棍和底下啊 有转一下声和下面有这个白色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公毛也就是我们呃俗说的马尾毛啊 这个公毛合在一起是两根平行的直线但是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小提琴公还不是这种样子 他们呢最早呢是呃一个就是呃略微有弧度的一个小弯弯有点像我们那个弓箭的那个弓子一样弓啊 就是我们射箭那个弓拉弓的那个状态有点像那个有一个弯弯的弧度呃 因为这种弓子在这个构造啊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这个发出的声音呢有点像U型啊 就声音就是会听起来呃中间强两头会弱一些有点像梭子啊 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中间弯两边扁的那个梭子但是声音也是很连贯的 这种音乐这种这种这个公子的构造呢也就呃直接影响了他们小提琴这种呃作品在演奏起来的时候 非常富有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种音乐风格 呃后期呢也就是到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啊就是上节可我们提到很伟大的一个小提琴作曲小提琴小提琴演奏家啊也是作曲家 哈格迪尼呃他就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出现的一个非常有呃有名的一个演奏家啊也是至今为止是很厉害的 他是浪漫主义时期十八十九世纪偏后期了嗯可以说他这个随想曲也被称为是小提琴技巧的百科全书 呃这基本上就是意大利小提琴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啊 下面是德国学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呢也大概是十七世纪左右啊德国作曲家也写了有一些嗯小提琴演奏这些曲子甚至在技巧上要超越意大利学派的一些技巧难度 特别在使用这个和弦啊就是我们同时说呃和声音程啊同时两个音或者是三个音啊更多音来同时进行的这些嗯这个德国学派最著名的一个代表代表人物呢就是我们的很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作曲家叫巴赫 大家应该多少爱好音乐的人应该古典主义音乐的人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啊巴赫或者有有些时候有些老师啊同学会叫做巴哈都可以啊呃约翰斯蒂芬巴赫 他其中写的很有名的这个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和奏鸣曲呢也是对演奏者提提出了很高的很严格的要求啊我现在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我还是很喜欢去练一下巴赫的因为呃我呃我呃我自我感觉巴赫的演奏风格和技巧是在呃不能跟帕格尼尼是做比较啊他们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帕格尼尼更注重于技巧的这个掌握和运用呃但是巴赫的是对音乐和演奏者综合素质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巴赫本人呢 有一个后人吧就是我们后来的世人对巴赫有一个外号啊他应该这个外号名字就叫就叫做音乐教父啊为什么叫音乐教父呢最早巴赫创作的音乐呢也是出现在欧洲这个宗教宗教音乐当中的啊是一些宗教音乐 我们知道欧洲就是他们信奏的这个嗯什么这个基督教啊然后呃还有就是基督教的分支有什么天主教呃还有有三大分支吧啊最早这个基督教巴赫所创作的音乐就是为这个嗯基督教所使用的啊 或者是统治阶级啊为了就是老百姓去更好的去信仰这个宗教啊而创作出的很多这些宗教音乐所以说巴赫的音乐有一个很很明显的特点了啊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干净在小小提琴又看看呃还是讲大概音乐人物也不完整哦对我是在讲小提琴对对对 这个小提琴的这个这个是小提琴的发展历史当中一部分内容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随后在演奏乐曲和这个演奏技巧上都或多或少的会用到这些知识所以说我会简单介绍一下但不会讲的太深啊不会讲太深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要拉哪个作品要知道这是哪个作曲家的 它是哪个国家因为小提琴是西洋乐器我们首先要知道对哪些作曲家写了哪些作曲家它的风格因为你拉巴赫的时候你不能拉的跟帕格尼尼一样哎对不能拉的对有必要的非常有必要对因为你拉小提琴不能拉的跟中国二胡一样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知识点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很好的中国乐曲改编成的小提琴乐曲 比如说二拳音乐和宇宇宙唱碗梁柱还有还有这个很多像丰收鱼歌呀我们金色的炉台呀还有那些很有名的小提琴乐曲谢谢谢谢大家有疑问可以提出来我可以随随随随解答啊因为我们要拉正宗的古典音乐和西方音乐的时候和小提琴本身的演奏的时候要了解比如刚才的巴赫巴赫的 巴赫音乐非常具有就是纯净度这是我喜欢巴赫最重要的一点它的音乐很干净没有那么多技巧和华丽的柔弦或者是一些华音啊还有一些这个这个什么抛弓呀泛音啊这些技巧是很少在巴赫的音乐当中出现的它的音乐大部分就是音符啊就是接连不断的音符像像可以说是音结合 和扒音很多时候构成的但是非常好听啊巴赫的音乐很值得回味呃我们接下来说啊巴赫是德国人所以说当时在德国小提琴学派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奠基人下面呢就是这个嗯在18世纪后来啊我们知道莫扎特啊莫扎特的爸爸他的父亲写的这个小提琴教程也是对小提琴德国小提琴发展 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呃随后呢就是这些在20世纪初吧呃有一个很有名的小提琴教育家奥尔啊还有他培养出很很很很很多伟大的演奏家约阿西姆啊这些也是很很出色的德国演奏家呃后期呢这个约阿西姆有一个学生啊叫 魏登堡啊他是呃犹太人当时在遭遇这个战争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逃逃到中国啊逃到我们中国在上海定居并且在当时就是上海音乐学院成立的时候啊上海音乐学院初期就要上海就是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这个时候在在这个学校里教授小提琴和室内乐啊也是呃这个时期把 正宗的德国小提琴学派引入了我们中国啊所以说那个时间段啊1920年初期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演奏家呃对我们中国小提琴这个小提琴的演奏和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这是当时的对我们中国的影响啊下面介绍一个还有一个学派是法比小提琴派啊就是基本上 就是在法国啊法国啊法国时期法国那个国家啊在181882年的时候维奥蒂啊维奥蒂啊维奥蒂写了很多小提琴学生适合学生演奏的协奏曲他是最早是去到法国的时候嗯和法国的克莱采尔啊我们可以说的克鲁采 共同创立了法国小提琴学派嗯后来这个法国这个巴黎音乐学院成立的时候呀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嗯嗯其中呢我们有一本书啊老师今天没有带呃克莱采尔的有一首42首练琴曲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法比小提琴学派的一本教材随后我们在学的时候呃老师会挑选一些适合大家演奏的曲目 啊编成教材让大家去尽可能的掌握嗯很重要的一些小提琴知识可克莱采尔呢还有一个别名就叫做就叫做那个小帕格尼尼我们说那个帕格尼尼的24首维祥曲啊就是啊克莱采尔的42首练完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嗯就是没有障碍的啊无障碍的去衔接帕格尼尼啊基本上是可以达到这个水平的如果来的很扎实的话啊 这个嗯其中我要提一下法国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这个这个演奏家啊就是这个是俄罗斯的啊他去完法国之后学完法比学派这个演奏技巧呃随后把这个内容带到了俄罗斯我们这个演奏家就叫维尼尔斯基啊他创作了很多也是有有这个突破性的小提琴小提琴 曲目他当时维尼尔呢写的有比如说呃后期呢啊刚才说把这个技巧演奏技巧带回德国之后后来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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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啊呃是是也是为这个俄罗斯的小提琴这个发展啊后期俄罗斯学派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呃同时呢这个法比学派有一个 代表人物大家可以记下名字啊这个是出生于西班牙的塞拉萨迪啊西班牙的塞拉萨迪因为呃这个我们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他的音乐我们一定是有的时候在电视上或者是呃就是呃就是呃就是在在手机啊可能会经常听到啊包括电影当中很多配乐也用的呃他的著名的曲子就是吉普赛 吉普赛之歌吉普赛之歌还有一个名字叫流浪者之歌啊这是他塞拉萨迪的作品还有呢就是呃一首等于说是小提琴改编的一首卡门幻想曲啊都是难度技巧上很大的啊塞拉萨迪吉普赛之歌这首曲子是小提琴演奏技巧基本上在八级以上的啊专业级别如果是业余级别大概十级以上了啊里边用 非常丰富的演奏技巧还有卡门幻想曲呃他他呢对这个法比学派啊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还有呢有一个奥地利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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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琴作曲家叫克莱斯勒啊克莱斯勒今天今天我给学生在线下上课的时候还讲到一首克莱斯勒的前奏曲和快版啊 也非常棒也是克莱斯勒克莱斯勒是呃1887年啊也是很早了1919世纪啊他是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的呃但是克莱斯勒的音乐呢就是不是特别明显的去炫炫炫耀技巧啊没有感觉特别明显的这个炫技感但是他的运功要求的非常干净优雅啊而且富有活力啊比如刚才这个前奏曲和快版 这首音乐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搜一下我收到这些音乐的名字可以听一下啊感受一下提前感受一下小提琴的魅力呃这个这个刚才法比学派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呃包括后期呢在深受法比学派影响的比如我们呃就是当代啊现当代啊 美纽音大家我记得上节课吧好像有同学好像有同学在课堂上提问说是不是坐在轮椅上的那个对啊那个轮椅上的演奏家就是没呃不是美纽音说错了帕尔曼啊我说错了啊美纽音是非常也是和基本上是和帕尔曼啊要稍早一些的一个演奏家 特别呢他对于小提琴教育事业起到了特别大的这个推动和发展作用因为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演奏家嗯然后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最后离我们最近的这个俄罗斯和苏联小提琴学派啊 这四大学派最后一个啊呃苏联学派为什么呃也是呃特别呃特别对于小提琴发展是起到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其中呢他培养出了特别多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啊很多很多这方面人才呃其中值得一提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讲那个嗯那个那个呃呃有一个小提琴 教育家奥尔啊他是包括维尼亚普斯基啊他们在外面学完之后回到了这个俄罗斯啊苏联啊之前是苏联回去之后呢呃把一些非常嗯这个精华的小提琴演奏演奏方面的知识技巧带回国内嗯这个这个这个奥尔对俄罗斯的小提琴学派啊呃形成的 巨大作用在他之前呢这个文尼亚普斯基呢也是在法比学派的时候啊基础上自然形成嗯其中我们值得一提的有一个世界著名演奏家叫海菲斯啊这个 嗯嗯好刚才掉了啊这个市民这个海菲斯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演奏家他他后来定居在美国啊他最早也是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学生嗯海菲斯和 科岗啊是我非常可以说我在学习和演奏过程当中最崇拜的两位演奏家了啊都是男士嗯因为科岗和海菲斯的演奏呢非常干净呃不拖泥带水非常干净整洁而且是可以说就像好比像拿尺子给凉下来的一样啊不拖泥带水嗯而且海菲斯这个演奏家在20世纪的时候 是目前从20世纪到现在目前为止在不管是现场演奏和录音过程当中唯一一个音准出现零失误的演奏家我们都知道小提琴的这个按音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长长的这个纸板上面没有任何标记只有四根啊 这个细长的琴弦啊只有听到这个那么我们在按音的时候怎么去找每一个音的位置呢这个就需要我们的手指在琴上的一个肌肉记忆 还有我们灵敏的这个听力啊耳朵听力去辨识啊两者结合当然了后期演奏的时候呃非常娴熟的技巧 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啊我们手指的一个长期训练那呃从古呃就是我们在后期录音的时候啊就20世纪之后 海菲斯是唯一一个被称为是零失误音准的一个演奏家啊基本上其他演奏家在演奏过程当中或多或少会出现音准的偏差啊 基本上有的演奏家很小大家可能听不出来但是我们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录音设备软件电脑给你识别哪个音是不准的啊这是很明显的嗯嗯而且海菲斯的演奏呢它的技巧性是非常的丰富和完美啊技巧性而且是很有很干净力所不拖泥带水嗯最明显的演奏是它的快速快速揉弦和还有换把 华音啊这个我们随后再拉一些曲目的时候可以讲到这个每个作品的不同技巧处理嗯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俄罗斯就是苏联学派苏联学派在在小提琴教育上对于孩子的这个训练和发展啊它起了就是有很大 这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有有很多小提琴教材啊比如小提琴演奏者的节奏训练音准训练啊力度问题还有执法概论很多都是还有一些这个俄罗斯的教育家啊是他们去编编转的啊包括我们这个呃就是上世纪啊 一直到二零二十一世纪初期咱们国内特别伟大的一个小提琴教育家小提琴教师啊中央乐学院副教授林耀基先生 因为林耀基先生啊呃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啊二零零大概是零零六年还是零几年我记不清了他过世了啊呃但是很多我们国内的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当今的啊都是林耀基学生林耀基老师的学生啊包括我们都知道呃曾经之前有 就是最早开启小提琴跨界演奏的把古典和现代摇滚结合的陈美也曾经是林老师的学生啊很多值得一提的比如现在我们说的刘肖呀还有一些那个那个那个什么那些黄蒙拉啊还有很多是林老师的学生嗯但是我们要说的林老师最早啊他也是俄罗斯学派啊从俄罗斯毕业回来的学生也是呃俄罗斯 教育家杨凯列维奇的学生啊曾经他这个他的学生胡坤胡坤在啊这个演奏家名字叫胡坤是我们中国人在西北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当中获过奖啊胡坤后来是娶了梅纽音的女儿啊等于说他们就结为一家了啊也是出自林老师的门下嗯还有 嗯美国当代的很著名的斯特恩小提琴演奏家他也是这个俄罗斯学派的就是一个一个呃一个一个一个深受影响的一个演奏者啊同时他这个演奏方式后期也受到法比学派的影响啊嗯当然不冲突我们可以 国采重长啊都可以采纳啊只要是好的都可以吸收嗯而且是呢嗯还有一点啊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斯特恩他的学生加拉米安我们要值得一提加拉米安有在他的学生啊后期去美国之后呀成为一个著名的小提琴教育家 嗯这个同时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奥尔这个波利斯基呢也是继承了奥尔的教学原则啊也是培养出了非常大非常多的这个演奏家嗯目前来说我们现在国内很多演奏家等于说各个学派啊没有在划分的有的时候划分的那么细致啊 比如说我一定是俄罗斯派就是俄派的这个过功方式啊或者是法比派的什么什么的也都没有了嗯比如我个人演奏的话呢嗯等于说都有运用都有结合有的时候根据不同技巧啊只要你演奏出好的音乐没有啊老师请问我看看有人提问请问没有亚洲学派吗 吕思青对对对啊吕思青是嗯这两个著名的演奏家对吕思青是我们嗯见过以后当时他在国际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上获奖是当时是唯一一个这个东东方人啊就是当时小提琴这个帕格尼尼大赛金奖的这个空缺已经很长时间了后来吕思青参加比赛的时候啊参加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 也是非常专专业非常高的赛事啊他一举拿下金奖了也是开创了我们国内首首一个夺得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的金奖获得者嗯对这个因为是后期了啊他等于说这个学派的成立还有这个学派的演奏技巧的影响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大家能明白的意思吗 他是一定不会说你因为吕思青是一九六几年的人吧应该是呃六零年以后的对于说是嗯六零年以后的人所以说他由于这个我们国内的小提琴就是演奏和教育事业呃发展的时期通过发展的时期还是比较靠后的前期的时候由于受那个呃国外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的这个呃 小提琴的影响啊他们定居在上海刚才说上海广州深圳这些沿海沿海城市对我们的教育事业起到很大的帮助和发展但是后期演奏非常好的这个演奏家也是出来的比较晚啊出来比较晚嗯李思青虽然获奖嗯但是要成为一个学派包括呃他需要对演奏和教育 有非常大非常深的影响的呃亚洲目前没有听说因为呃我们之前就是包括韩国日本呀呃这个音乐不分国界啊我要提呃稍微提一下日本的音乐是一直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呃韩国也是非常多涌现出非常多的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嗯但是目前来说没有特别统一的因为 他们也是很多时候在国外留学回来的也是学的西洋就是在欧洲比如说德国学派啊就是现在一般受法比学派和俄罗斯学派演奏方法影响比较比较多的啊我们亚洲这边还是受着两个学派影响比较多的像德国 德国学派和刚开始我们说那个意大利学派啊现在因为呃现在的发展是呃技巧上啊可能有一些改善用的就稍微稍微少了一些了嗯那么接下来啊就是希望在我们这个国内呃这么良好的这个这个这个呃国内的这个这个这个习主席的带领下希望涌现出越来越多的 小提琴优秀的小提琴演奏演奏家演奏者吧能为我们这个亚洲的呃小提琴演奏事业能起到更好的推动啊还有发展能呃甚至发展出更好的这个演奏技法啊成为一个新的学派这也是有可能的啊嗯因为任何事物它是一定是在不断发展进程的进进程中当中一定是不断发展的啊这个嗯 而且这四大学派啊它不是出现的同一时期有的时候会时间上会稍稍微有有些时候要稍微往后啊特别是俄罗斯学派是稍微往后一些的往后一些出现的呃这是结合上节课的内容吧可能讲的多一点因为上节课这个知识点呢呃老师呃当时没有讲啊我后来我也想后面要提一些作品演奏的话可能会涉及到 所以我今天做一个小补充嗯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可以讲一下呃小提琴大家都深入的了解一下小提琴的构造啊小提琴的基本基本基本构造看有哪有哪些东西啊呃呃大家可以先看到我的手里面呢有这个 小提琴的小提琴啊我会把它加在我要演奏的话我会把它加在脖子脖子里面脖子的位置靠下的位置啊而且我我的左手会拿上琴放在脖子里面我右手呢会握上公子啊握上公子在手掌心里面去拉动这个琴 好这样呢基本上能完整的演奏出我们需要听到的这个有旋律感的声音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右手和左手的部分共同来结合完成的啊右手刚才我说了这个细细长长的木棍啊这两部分分别就叫做我们小提琴琴的部分和公子的部分 那我们右手拿的这个细长的木棍呢就叫做小提琴的琴公或者呢简单一点说就叫做公子也可以 那么大家会看到公子是比较简单比较简单的啊它没有太复杂的东西啊 公杆所以公毛啊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我左手拿这个琴的部分呢会稍微复杂一些 我们可以认识一下看看小提琴上都有什么构造啊包括我们演奏拉功拉功夫的时候 拉出声音的时候是在琴的哪个部分呢这个需要我们了解了解啊看看它的构造还有它的发音 啊都有什么原理为什么要小提琴长成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不是 二胡的样子或者是呃就是我们中国的一起批判或者是那个对不对 这属于是弦类乐器啊但是它没有功啊呃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先看琴的部分吧 好不好因为这个琴呢构造比较复杂我们就上节课的内容啊稍微讲了一点点 大家有谁还记得上节课讲内容呢我们的四根琴弦下面这个白色的木板对 这个木板它叫什么名字还有小提琴的心脏部分我是首先提的啊 因为它是我们小提琴演奏当中最重要的嗯大家可以有谁哪位同学想起来可以在屏幕下面给老师一个这个这个回复或者是留言老师可以看到啊有没有同学认真听课嗯我们接下来就这样啊从小提琴的最上面开始 把它给认识一下好不好我看时间啊 嗯小提琴呢从最上面我们能看到啊有一个圆圆的有点像雾那个小 好 好